瑞穗香瑞穗村第一间土地公庙 土地婆神像又遭人毁容破坏 因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乡亲信众不满 也建议管委会能够装设监视器来弃凶 主委魏正宜对此表示 尊重去年管委会开会决议 不装设监视器的决定 而面对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破坏事件 主委计划装置柵栏来阻隔 保护神像不要再被破坏了 诸落在瑞穗市中心的福德池 又传出了遭人破坏的事件 遭殃的同样又是土地婆神像 由于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乡亲信众除了痛斥破坏者 对于管委会的保守作为也感到不满 信他的时候大家去跑 不信他的时候 花蓮有那个整容的事 他会重新把土地婆整修 希望我们的所有的信徒代表 就是说好好保护我们的土地婆 土地公园会感激你 主委不愿上镜头 低调说明强调 早在去年发生破坏事件后 当时乡亲信众就曾建议管委会 装设监视器来骑凶 但后来遭管委会开会投票决议否决 现在管委会主委打算装设 栅栏阻隔 防止破坏事件再度发生 我现在其实说 因为装监视器 防不胜防 如果说他把头 缝面封起来 我们也看不清楚 再过来碰到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 破坏 你抓到了 你还是一样我们管理委员会 要把这个土地婆审修 那个费用他也没有办法跟你提供 所以现在我们管理委员会 就有一个主张 就是说做一个渣染 把土地公土地婆保护好 不要让它靠近土地公土地婆再破坏 瑞瑟乡瑞村创春以来 第一间土地公庙近十年来灾难频传 土地婆曾遭妾2013年遭祝荣 之后的2018年 土地婆神像又遭人破坏 2019年信众黄家荣花了6000多元 重新修复后 仍陆陆续续发生遭到破坏的情势 今年光是4月份就已经不下三四次 究竟谁下的手如今也沉迷 记者时遇兰最岁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